各位同企业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第二节 鼓励的种类支付程序 以及分配的方案 这一节我们解决三个问题 第二问题鼓励的种类 第二问题鼓励的支付程序 第三个问题鼓励的分配方案 我们首先看一下鼓励的种类 我们前面经常说 企业有了净利润 哪一部分分给股东 那剩下的部分留在企业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以现金的形式予以分发 或者说以转账的形式予以分配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叫现金鼓励 是最为常见的支付形式 最普遍的存在 好 这是现金鼓励 很好理解 那么接下来股票鼓励 那以股票作为鼓励支付的形式 你们一定注意 在这个地方这个股票鼓励 那是以本公司的股票来进行支付 以本公司的股票来进行支付 那么对现金鼓励和股票鼓励 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比如说到了年底 有的公司它在发放股励的时候就这样 每十股发放现金鼓励 假设五毛钱 每一股发五分钱 然后每十股再发股票鼓励三股 好 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负债鼓励 负债鼓励 公司以负债乃支付鼓励 通常用应付票据 或者发行公司债券 作为鼓励的支付方式 在这个地方所谓的应付票据以及公司债券 那同样是本公司的 对于负债鼓励发放以后 对于公司就成为了债务人 对于股东成为了债券人 好了 对于股票鼓励和负债鼓励 在进行发放的时候 都是以本公司的有价证券 那你看股票鼓励 以本公司的股项 做鼓励的支付形式 而负债鼓励呢 以本公司的应付票据 或者以本公司的公司债券 作为鼓励支付的形式 好 接下来还有中间有个 中间有个财产鼓励 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 来支付的一个鼓励 那么对财产鼓励来说 主要是以公司拥有的 其他公司的股项 其他公司的债券 作为鼓励的支付方式 那请问同学们 假设A公司 A公司 他自己的股项 他自己的公司债券 能叫做他自己的财产吗 这当然不可以 比如说 我自己的公司债券 我在这儿 拿一张纸出来 上面写面值多少 金额多少 然后再写这个期限 下面的历史多少 那这应该做我的财产吗 那当然不是 所以自己公司的 那要么形成股项股利 要么形成负债股利 那一定要以其他公司的 你比如说 我持有的是B公司的股项 持有的是B公司的公司债券 这才成为我这个公司 我的财产 所以财产股利 一定是 以其他公司的股项 或者公司债券 作为本公司股利 支付的形式 是以需比 好 我们看下面的提示 下面的提示 财产股利和负债股利 实际上都是 现金股利的一种替代 那么 目前 这两种股利的支付形式 在我们国家实务当中 很少使用 所以我们国家实务当中 经常使用的是 现金股利和负债股利 财产股利和负债股利 很少使用 但是并非法律上禁止 用你还是可以用 只不过呢 很多公司不愿意用 仅此而已 看下面的调题 下面的调题 如果上市公司 以其应付票据 作为股利支付 发给股东 同学们一看 以其 其是什么呀 其就是自己 所以这个上市公司 以自己的应付票据 作为股利支付给股东 那么这样呢 咱们这个上市公司 就形成了债务人 股东呢 就形成了债权人 所以 这种股利支付的形式 就称之为 称之为负债股利 正确答案选递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关于股利的种类 当然了 涉及到股票股利的问题 比较麻烦 咱们过一会儿 另按处理 下面第二个问题 关于股利的支付程序 那么涉及到股利的支付程序 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咱们一点一点的往下走 在股利支付过程当中 会涉及到哪些具体的 关键时间节点呢 有如下的几个 第一个是股利宣告日 第二个是股权登记日 第三个是除权除息日 第四个是股利发放日 首先我们看一下 股利宣告日 公司董事会将股东大会 通过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一个情况 以及股利支付的情况 予以公告的日期 这就是给资本市长说 好 我们要发放股利了 同学们请注意 是吧 那么在这个股利宣告日 不但要把这个 分配股利的相关情况 要与明确 那么涉及到后面几个日期 同样要预算 杂首是股权登记日 杂首是除元除息日 杂首是股利发放日 都得与明确 好了 这是股利宣告日 那么接下来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日期 股权登记日说的是 在这一天收盘的时候 你拥有这个公司的股项 当期的股利就和你有缘分了 当期的股利你就能够获得 好 我再说一次 在股权登记日这一天收盘以后 收盘后 你还持有这个公司的股项 那么当期的股利和你就有缘分 那如果说 假设这个股权登记日 2009年的这个7月10日 我在7月10日这天 下午的2点59分 买了这个股项 下午2点59分 那不就是还有一分钟就收盘了吗 我直接买入 这个时候买入 那请问有没有 这个股利的一种分配的权利啊 有啊 如果我在2点59分卖出了 那对不起 当期股利和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也是 在股权登记日收盘以后 还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 好 当期分配股利和你就有关系 来看一下它那个定义 有权领取 本期股利的股东资格登记的截止日期 就是这一天收盘以后 看下面的提示 凡是在股权登记日 这一天登记再次的股东 才有资格领取本期的股利 而在这一天以后 登记再次的股东 即使在股利支付前购买 这个股项 你也和当期的股利没有关系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日期 叫做除夕日 有的时候呢 就叫做除权除夕日 除权除夕日 那么对于除权 什么权呢 说的是领取股利的权利 在这一天就没了 除夕 那不就是股息吗 股效就分离了 股息和股效一分离 那股效价格 在除夕日这天往往会下降 我说的是往往会下降 那不一定 是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他们看一下 对于股权登记日和除夕日 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国家 这两者仅仅的挨在一起 但是 对于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个交易日 下一个交易日 这是除权除夕日 那么在这个交易日 你买入公司的股票 当期的股份 当期的股利和你没关系 你在这几天 卖出这个公司的股项 只要你在股权登记日收盘以后 拥有这个公司的股项 那么 即便是在除夕日 把这个股项卖了 当期的股利和你 还是有关系利益 因为在这几天 我们这个股项 和这个权利已经分开了 好 来我们看一下除夕日 又叫做除权日 这则股利 所有权与股票本身分离的日期 即将股票当中含有的 股利分配权 比几书 即在除夕日当日 即以后买入的股项 不再享有本次分配股利的权利 好 那在我们国家刚才提到 基本上 除权除夕日通常是 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个交易日 接下来 那就是股东 比较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那是股利发放日 股利发放日 向股东发放股利的日期 这一天你一看 呦 账户里面多了钱 原来是股利 好了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那么 如果说在股权登记日 这一天收盘后 还有这个公司的股项 那么在这 登记照册 发现有你的名字 当期的股利和你无关系 那么如果说 在除权除夕日之后 包括当天 购买的股项 虽然这个股利还没有发放 但是 发放股票的权利 和这个股项已经脱及 所以在这儿呢 即便你购入 当期的股利和你都没有关系 来 看下面这道多项题 多项题 在我国 下列关于除夕日 表述正确的用 想A 除夕日的下一个交易日 为股权登记日 刚好搞反 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个交易日 为除权除夕日 想B 除夕日交易的股项 不再享有本次分红派系的权利 这想比来说 当然正确 在除权除夕日的这一天 那么股票和这个分配 股利的权利就已经脱节了 你买股票 你已经不再还有这项权利了 想C 在除夕日前 股利权不从事股票 错误 在除夕日前 领取股利的权利 和这个股票在一起 在一起 那除夕日 集齐以后才分开吗 想B 在股权宣告日 及股权登记日 熟悉日 等都会予以确认公布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要提正确答案 选择B和D 好了 我们前面谈到了那么多的基础知识 最后呢 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说 就要确定具体的股利分配方案 那么对于股利分配方案来讲 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 股利的支付形式 二 股利的支付力 三 我们要选择具体的股利分配政策 最后呢 我们要确定一系列的日期 来确定股利的支付程序 所以前面的零零种种一综合 得到我们股利分配方案 首先 确定股利的支付形式 到底是现金股利 还是股票股利 还是其他的形式 首先要确定呢 其次 股利支付力 股利与建立中的一个比例 那么应该是若干年的一个平均值 好 应该是若干年的平均值 到时候如何进行分配 如何确定股利支付力 这每个企业可能不一样 下面 股利政策的类型 我们选择四种股利分配的政策 对吧 选择其中之一 正于股利政策 固定或者稳定正常的股利政策 固定股利支付力政策 以及低正常加额外股利政策 好 这是股利正常类型 下面呢 股利支付的程序 把几个关键的时间节底言搞定 股利宣告日 股权登记日 熟悉日和股利支付的日期 好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股利分配方案 那么基本上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节就应该接近尾声 因为三个问题都已经解决 第一个 股利支付的形式 第二个 股利支付的程序 第三个 我们最终归结起来 是股利分配的方案 但是 我们前面有个小尾巴 我们说在股利支付形式当中 四种股利 是吧 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 财产股利 负债股利 我说啊 这个股票股利就比较复杂 咱的另按处理啊 行 股票股利过来了 对于股票股利的处理 要和转征资本 就是我们的资本攻击转征股本 要进行个小小的结合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股票股利 对于股票股利来说 那是以本公司的股票 作为股利的发放形式 那么既然如此 请同学们就告诉我 既然以本公司的股票 作为股利的发放形式 那请问发放以后 下面几个要素变还是不变 怎么变 第一个要素 请问同学们 股票的数量怎么变 股票的数量怎么变 股票的数量那一定是增加呀 对吧 原来有1000万股 你十股送五股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那股票的数量 当然就增加500万股啊 股票数量会增加 第二个 请问同学们 对于这个公司来说 它的净利润会不会变化 好 净利润是一个企业 利润表所体现出来的一种 最终的一个成果 净利润会不会变 那净利润不会变的 它是不变的 对净利润来说 和你这个股票股利的发放 甚至和现金股利的发放 都没有任何关系 那接下来 这两者 一个是上升 一个不变 请问 这个指标怎么变 EPS 啥叫EPS啊 净物数没关系 它叫每股收益 那么 请问同学们 每股收益变不变 变 怎么变 那一定是降低 对吧 你净利润又不变 然后股数增加 这个 每股收益会变 下降 接下来 如果说 假设 是盈利不变 假设 是盈利不变 请问同学们 对于 假设 这个是假设的 假设的 假设 那么 对于 我们这个股价来说 怎么变 股价怎么变 股价怎么变 股价 自然 就在下降 当然 我们假设前提 是盈利不变的情况下 股价在下降 好 这发放股票鼓励 这块变化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对于发放股票鼓励来说 会不会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 那现在 股东请你们过来 我要发放鼓励了 股东满欢希望 拿一个大编制带 说行啊 这个现金往里面装 对不起 我现在不发现金鼓励 我发股票鼓励 那股票鼓励是怎么发呢 来 拿一张纸 上面写 本公司的股票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直接给你一张纸 所以 对于股票鼓励来说 不会引起现金流出 不会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 对吧 对于企业来说 不会有资金的外流 再第一个 那第二个 对于发放股票鼓励来说 归根结底 它还是个鼓励 它还是个鼓励啊 你甭管它的支付形式 到底怎么样 那归根结底 它还是个鼓励 既然它还是一个鼓励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就从未分配利润当中转出 所以 未分配利润 往往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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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一下 那么刚才说 这个股票的数量在增加 一般来讲 股票的面值是不变的 由于股票的数量在增加 所以我们想另外一个项目 股本怎么变 股本怎么变 那股本 那往往就会增加 对吧 往往就会增加 股数增加 那面值不变 那股本不就增加了吗 好了 这是我们股票鼓励 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要素 跟上思路了吗 跟上思路了同学 请你举个手 小汪同学不敢举手 举手举手举手 跟上思路了 没有跟上思路的话 我们回头再听一遍 再走一下 好了 基于这些基本的分析 下面的问题就好理解了 股票鼓励 并不直接增加股东的财富 不倒是公司资产的流出 或者负债的增加 因此呢 也不会增加公司的财产 但是会引起所有的权益 各项目的结构发生变化 好了 会引起所有的权益 各项目的结构发生变化 然后呢 又不会增加股东的财富 现在我们举例 把一和二说明一下 好 我们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第二问题啊 为啥不增加股东财富 假设 现在的股价 12元每股 小张同学 持有这个公司的股价 持有10万股 他那个股东财富 120万 小张同学 是个大土豪 今天晚上的晚饭 他请客 谁叫他钱多多呢 好 下面 公司 发放股票鼓励 发放股票鼓励 是 每10股 送两股 每10股送两股 那么 之前 公司 总共有1000万股 好了 你看 没试过送两股 他不就送了 送了多少 就送了200万股 是吧 送了200万股 再假设 这个公司 他的净利率呢 假设是1000万元 1000万元 好了 来我们看看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以后 小张同学 那他那个股东财富 按如何变 如何变 来 跟上我的思路 我们前提条件 市盈利不变 假设市盈利不变 好 那么 目前的美国收益 EPS 应该等于多少 目前的美国收益 EPS 那么就是1000万 再除以1000万股 就等于1元美股 那么 目前的市盈利呢 目前的市盈利 那就等于15啊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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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市价12 那么现在 发放了这个股票股利以后 他的一个美国收益 是多少 发放了股票股利以后 他的美国收益 净利润史不变 刚才我们分析了 再除以 现在呢 我们 这个股数上升到1200万股 这样 我们所得到了一个新的 美国收益 是 十二分之十 也就是六分之五 别着急 我们直接 就带这样的分数 好了 那市盈利又不变 所以我们得出来 目前 他的一个股价 就变为 六分之五 再乘以12 那你看 都变为10块钱了 对了 现在的股价 就变为了10块钱 那 回头看看小张同学 他的股东财富啊 原来的股东财富是120万 现在 股价变为了10块钱 但对小张同学来说 他只有10万股 是不是 也能分得 2万股的股票股利啊 每10送2了 他能够分得2万股的股票股利 所以再乘以 他的12万股 原来有10万 现在也分了2万 所以他的股东财富 120万 120万 原来120万 现在也是120万 所以股票股利 并不直接增加股东的财富 实际上你想也想得通 因为刚才我们说 涉及到股票股利 它不会引起企业资金的外流 就相当于这个企业啊 拿张白纸写个股票两个事 然后就给股东 那股东拿着这个白纸 实际上 他的股东财富 也并不因此而增加呀 对吧 我们通过计算 也能够印证这个结论 当然 我再说一下 这是理论上的探讨 在我们的15当中啊 这个资本市场顺序万变 万一到时候 这个市盈利发生了变化呢 是吧 如果说这个市盈利 在15当中 市盈利如果上升 会增加股东的财富 市盈利如果下降 那会减少股东的财富 市盈利不变 才是理论上 股东财富不增加也不减少 好了 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所有的权益各项目的结构发生变化 刚才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个结论 一 未分配利润会减少 因为它毕竟还是股利的分配 二 我们的股本会增加 为啥 因为我们的股数会增加 好了 我们把所有者权益的典型项目放在这 股本 资本攻击 营业攻击 未分配利润 以及股东权益的合计 好 前面四项相加得到股东权益的合计 那么现在呢 发放的这个股票鼓励啊 就有两种计量方式 第一个计量方式 按照四价来计量 也说 发放了二十万股的股票股利 假设它的四价是五元每股 它的面值呢 一元每股 现在我们就有两种计量方式 一个呢 按照四价计量 那 吃多少钱呢 值一百万 第二个呢 我们按照面值计量 按面值计量值多少呢 值二十万 值二十万 所以下面就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第一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 股本根据增加的股数和面值 计算增加额 第二个 未分配利润 按照股本的增加与减少 第一个思路呢 我们就按照面值计量 按面值计量 假设发放二十万股 每股的面值是一块 好 我们发放的股票股利 价值 我们就认为就是二十万 所以从未分配利润当中 就出需二十万 然后呢 股本这个地方呢 就增加二十万 好 同学们 告诉我结论 你这么一处理 我们股东权益合计 会变化吗 会变化吗 不会变化 为啥不会变化呢 你看一增一减 绝对金额都一样 并且你从前面的表述 你也能理解这个问题 他说 不会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出 所以公司的资产不变 那么 也不会导致负债的增加 既然负债也不变 资产也不变 你股东权益 你好意思变吗 你当然不好意思变啊 所以股东权益 你老老实实的保持核计数不变 但是里面个别项目 它的金额是发生变化的 好了 这是第一种数据方式 第二种数据方式呢 说啊 这个股本根据增加的股数和面债 计算它的一个增加额 未分配利润呢 根据增加的股数和市价 来计算它的减少量 市价 为啥 因为我们股票按照市价来计量 发了20万股 每股的市价是5块 我们认为啊 这个股票股利就持100万 就相当于 跟这个股东发了价值100万的东东 所以未分配利润就减少100万 股本呢 依然增加20万 好了 这个股东权的合计 你也不能变 那其他的项目 自然就要增加80万 哪个项目增加80万 好 资本攻击这个地方 增加80万 会计上就计股本溢价 是吧 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我们资本攻击增加80万 好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般情况下 我们按照市价 在我们国家通常用面值 这个 通用的做法按市价 往下找 我们看下面的 发放股票股利 对美股收益和美股市价的影响 可以通过对美股收益 美股市价的一个调整 直接来算出来 那你看 发放股票股票股利以后 美股的收益 这个数 在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 你们不用看 它这个基本意思是什么呢 是 用原来的美股收益 再除以 一加上 我们股票股利的 发放率 发放率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原来美股收益 是 30元美股 这个美股收益特别高 假设30元美股 它原来对的是 一股股下 是吧 是一 现在我们说 每十股 每十股 送两股 每十股送两股 你想 原来的一股股下 经过这个操作以后 形成了多少股股下 形成了 1.2股股下 原来一股股下 对应到这个收益 是30块钱 这个30块钱不能变 接下来 经过操作完成以后 这一股股下 变成了1.2股 这样呢 形成了新的 美股收益 这不就行了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 发放股票股利后 它的美股 除全参考价 这个除全参考价 说的就是 从理论上来说 发放股票股利后 美股的股价 那应该怎么变化 应该怎么变化 那同样的思路 原来的股价 再除以 1加 发放利 那就相当于 假设原来的 每一股股价 是300 每一股股价是300 原来呢 是一股 所定的价格 现在 发放股票股利后 每一股 就变为了 1.2股 那两者一相除 这不就是 美股的除全参考价吗 那就行了 好 这下好理解 那理解了 这公司还记得吗 这公司 思想有多远 他们就可以走多远 看下面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股票股利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选择A 发放股票股利 会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出 不会 不会导致公司资产的流出 想象B 发放股票股利 会导致股东财富的增加 错误 从理论上来说 不会导致股东财富的变化 想C 发放股票股利 会引起负债的增加 错误 负债它是不便利 想B 如果盈利总额不变 发放股票股利 会造成 每股收益的下降 正确 我们净利润就那么多 现在发放股票股利 我们的分母股数在增加 那我们的每股收益 自然在下降 正确答案 选递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关于资本攻击转资股本 说的是 从资本攻击的这一部分 转到股本去 那同学想 资本攻击转资股本 那哪些项目会变化 哪些项目也不会变化 首先你一看 盈利攻击 未分分利润 它们是不便利 然后呢 对于资本攻击 转资这个股本的话 那仅仅是 股东权益内部的一个操作 所以股东权益的合计不便 变化的是 股本在增加 资本攻击在下降 所以股本增加 资本攻击减少 好了 我们来看下面 如果说同时发放现金股利 然后呢 又发放股票股利 资本攻击又转资了股本 那这一系列操作完成后 它的初选参考价应该怎么算 应该怎么算 来 我们同学们 出道提议 我说啊 目前的股价是15元每股 那么现在 我们有如下的三个操作 第一个呢 每股 每股发现金股利 现金股利 假设发一元钱 每股发一个钱的现金股利 接下来股票股利 每十股 发 两股 股票股利 好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假设 这个资本攻击 再转资股本 那么 转资的比例是多少呢 每十股 每十股 转资 咱们转资少一点啊 转资 转资一股 每十股呢 再转资一股 那么 这三个操作完成以后 当然 我们是 现金股利的发放 以原来的股数为准 这后面新增加的股数 这个是后面的事了 以原来的股数为准 来进行 现金股利的发放 这一系列操作完成以后 你认为 它的股价 参考值应该是多少 参考值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前面第十章啊 说 那个什么 蒸发新股 或者说 这一道配股 那个除去参考价 你们还记得 它的计算思路吗 它的计算思路还记得不 那就是 我们完成会了 总体的股效的事实 再次于总体股效的数量啊 只不过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研究的对象是一股股价 它的思路 和前面的第十章 有啥两样吗 没有 没有两样 首先 它的分子 你们想 现在的股价 15块钱一股 如果说发放了现金股利 发放了一块钱 那请问 这个股价是上升的 还是下降啊 那就从 15块钱股价当中 硬生生的 给它拿出去一块钱呢 那股价一定是下降 所以 15 减1 那我们发放这个现金股利 后来股价 理论上就变到了14 那么 接下来 后面两个操作 原来的一股股价 现在变回了多少股啊 那你看 原来是一股 现在 发放股票股利 每一股要发0.2 增加了0.2 然后呢 资本攻击 再转中股本 那每十股就转中一股 又增加了0.1 好了 这么就是 完成操作以后 股价了一个四水 再出于 完成操作以后 股下了一个数量 这不就是 除权参考价吗 思路理解了 下面这个计算公式 就让它去吧 饶过它 也饶过咱 那你又别管了 对吧 思路比公式重要得多 看下面这条题 下面这条题 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20某一年利润分费的方案 如下所示 每十股送两股 并派发现金股利是十块钱 资本攻击 十股转成三股 如果说股权登基日 它的股票的收盘价 是每股二十五元 请问 除权出息日 股票的参考价格是多少元 是多少呢 来 给你们一看 现在股价是二十五 再减去 再减去 哎呀 你们一看 哎呦 那现金股利是十块 所以再减去十块 同学们 得小心 小心再小心 每十股发现金股利是十块啊 所以每一股发的现金股利是十 再除以十 每一股发一块钱的现金股利 对吧 发现金股利后呢 哎 二十四 然后呢 再除以 再除以 我们发放股票股利 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以后 哎 它来一个股数 我们原来是一股股价 现在 每十股送两股 加了0.2股 然后呢 资本攻击 转增股本 每十股转增三股 再 多了0.3股 那么这样 除以决出息日 股票的参考价格 自然就算出来 选C 要理解 也要理解 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多选题 与发放现金股利相比 发放股票股利的优点 包括了一些 好 选A 减少了股东的税负 对选A来说 对吗 对的 对股效股利发放 股东不用缴税 现金股利发放 那是股东收到了 真金白银 做的缴税 所以减少了股东的税负 当然有个同学说 那 虽然 你不缴税 但是对股东来讲 拿到手的 拿到手的东西 拿到手的东西 那也不值什么钱 和门一下 如果说拿到手的股票 那可不可以卖呀 那对于我们股东来说 依然是有价值 那么另外一个呢 你如果说 如果说发放了现金股利 我们的股票价格 不也在下降吗 所以 一个方面 你取了资本利的 一个方面呢 你取了现金股利 是吧 都一样 选业比 改善了公司的资本结构 你们看 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 你想一想 发放这个股票鼓励 发放这个股票鼓励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资本结构会变化吗 不会变化 为啥呢 那你看 负债不变 资产不变 股东权益不变 这三者的比例关系都不变 那资本结构都没有变化 怎么改善啊 是吧 没有变化 就不能谈改善的问题了 选业C 提高了美国收益 错 降低了美国收益 选业D 避免公司现金流出 这没问题啊 正确的 所以这要题 正确答案 A和D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二节就到此结束 这下真正的结束了 我们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 鼓励的支付形式 二 鼓励的支付程序 三 鼓励的分配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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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